走进萌宠世界发现更多乐趣 Hello这是萌宠俱乐会 我是小小 我们都知道农村三霸 土狗公鸡和大鹅 而公鸡和狗狗可以说是和人类最亲近的动物了 因为在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养上一只 甚至有些家庭还会将这两种不同的生物养在一起 很多人都会觉得狗狗又不吃鸡 它们肯定可以和谐相处 但是俗话说鸡犬不宁 所以当狗狗和公鸡在一起的时候 总是喜欢闹出一些事情来 在农村土狗和土鸡可以说是一对冤家 一天到晚不打一架那是浑身都不得劲 相信很多小伙伴都见识过公鸡的战斗力 有时候就连猫主子都拿它们没办法 毕竟鸡哥的鸡中罩可不是吹的 这天主人正在吃饭 家里的鸡和狗狗又不消停了 搞得家里鸡毛满天飞 主人实在受不了了 最后直接把鸡给宰了 原本以为这时狗狗会非常得意 结果狗狗的反应却把全家给逗乐了 只见狗狗眼里充满悲伤 昔日和自己打架的伙伴就这样没了 别看他们平时打得激烈 其实感情还是非常深厚的 这一下鸡哥不在了 估计狗狗内心正在担心 下一个会不会就是自己 这悲伤的眼神 暂时让人又心疼又好笑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留言互动 小小会每天翻看留言区回复哦 想看更多优质视频 请点击左下方 关注